哈喽各位同学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提琴经练 我是朱姜老师,陈正老师,你们也可以叫我CC 今天这一讲提琴经练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文言文静老校清篇 以及识词的积累与推断的相关方法的练习 那么我们首先呢,这节课还是会重点聚焦在 关于我们文言文识词如何去推断 以及里面一些重要的识词,它常见的一些意向有什么 那么首先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 这道题里面呢,需要大家来根据文章的内容 以及我们学到过的这些知识呢,来判断一下 这里面的这个赌字,它是什么意思啊 首先呢,我们简单看一下语境 它说,陛下词人独美甚厚 同学们,这里面啊,说陛下的这个 陛下的这个仁慈的这种德行,对吧 这种品行怎么样呢,独美甚厚 这里面很显然,同学们啊 这个地方的美,还有厚,它应该都是形容词的意思 美好,厚,深厚,对吧 那么我们说放在了形容词前面 而且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甚厚 这里面的甚是什么意思啊 甚它应该就是一个副词吧 对吧,形容这个厚的程度 对不对,那同样的美前面这个赌呢 它是不是也只能做副词呀 那么我们知道同学们,赌做副词 它有一个意思叫做 甚 十分啊 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赌字 它就应该跟后面的甚字 意思是近似的 翻译成十分甚 这样一种程度上的修饰啊 这句话它指的是说 陛下仁慈的德行 非常十分的美好和深厚啊 形容就是美好的一个程度 跟这里面的这个甚 它的意思是比较近似的啊 独美甚厚 它实际上是一个并列的结构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赌字它在这儿应该是一个副词的意思 来,我们看下一道题 还是赌 同学们啊 还是赌 我们来看 这里面这个赌呢 它说执母病毒 执就是恰逢 正直 对不对 赶上 赶上什么呀 赶上母亲病 生病 母亲生病怎么样了呢 赌 就是这个病毒 同学们啊 实际上这个呢 是一个在文言文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个用法 大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固定的一个这个这个搭配 给它这个记下来 同学们 它实际上在这儿指的病毒病毒 就是指病的很严重 病的这个程度已经挺深的啊 所以这个毒啊 我们放在这儿单独来看的话 它应该指的是严重的意思 而经常跟病放在一起指的是病情严重啊 这个语境它就是讲这个主人公 然后他呢 在这个六岁的时候呢 就赶上了自己的这个母亲病重 他们就常跪于祖庙之前啊 在这个家祠祖庙前 然后来祈祷母亲 希望母亲的这个这个病情能够好转 十几日不知道疲倦 也是一个我们讲到的比较孝顺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啊 所以这里面呢 就赌 它是严重的意思 大家可以注意这个病毒啊 可以当作一个固定的一个用法 给它记下来 在文言文当中是比较常见的 好 我们继续来看 我们来看下一个题 这里面呢 这个字呢 叫金 对吧 这个金啊 同学们 它本身呢 是有这样的骄傲啊 这种自夸呀 夸耀啊 这样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语境下 它应该是怎么样去理解啊 大家结合我们了解的积累的意向 再结合相关那些推断的方法 根据我们的语境的推断 哎 然后包括我们语法的辅助性的推断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啊 它说这个虫 哎 然后悄然 金鸣 它形容的是这个小虫啊 这是不松林的文章 这里面其实是那个小蟋蟀 那小蟋蟀怎么样呢 悄然 然什么什么的样子 同学们啊 然什么什么的样子 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用法 那么乔然 乔呢 它本身呢 是指这个鸟的尾巴上 可以上指的这个羽毛啊 所以它也可以引申为像 抬起啊 扬起啊 这样的意思 然后又可以引申为像 杰出拔尖的人才啊 就是乔 我们现在不是说这个 这个乔首以判 对吧 然后呢 这里面同学们 它是这个虫乔然 就是说这个小蟋蟀呢 它昂着头 抬着头 对吧 然后 金鸣鸣鸣叫 动词 怎么样鸣叫 怎么样鸣叫 实际上它在这儿 你看它昂着头 非常得意的那种状态 所以这里面 这个金同学们 它应该也是 学骄傲 自得的意思 哎 就在这个地方 它再来形容 这个小蟋蟀的这种状态啊 然后后面说 四报主之 好像好似要 报给主人 知道一样啊 指在这个地方 形容小蟋蟀的 这个形状同学们啊 这里面这个金 大家注意一下 它的本业 就有骄傲自夸的意思 在这个地方 它也是骄傲自得的 一个意思 好我们继续 我们来看下一个 还是这个金字 同学们 我们刚刚说了 这金呢 它是有骄傲 自得夸耀的意思 是吧 那我们来看这个语境啊 它说凡杀人 遇辞无谋故者 经修审入金仪 即免死 它应该是跟断案 有关的那个东西 对吧 它前面其实就是说啊 就凡属 凡是这样的 杀人的这些 这些案件 这些事件 然后这些遇词呢 就是这些判词呢 无谋故 就是没有 这种 这个 这个谋杀的 然后呢 就是经过 修审 就是这个审判 归入什么呢 归入金仪 仪就是可仪嘛 怀仪 对吧 就说你这个案子 它有一些问题的 就可以免除死罪 所以这里面 这个金属 很简单 你如果是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什么骄傲啊 什么这个夸耀啊 来去这个翻译的话 它在这儿这个语境跟这个断案 它很显然 它是不太匹配的 那么这时候大家就要考虑金 它还有一个意思叫做 同情 怜悯 这里面这个金 它就是同情的意思 就是说 这个 这些 这种案件 经过了修审 经过了修审之后 归入 就是可怜悯 它就是有一些 可能在情理上 能够这个 被人理解的 然后还有呢 可疑 有可疑之处的 就可以免除死罪 这是这句话的意思 这里面的这个金 它是同情的意思 所以大家来看啊 就我们平时积累 这些关键实词的意向 一方面 你知道有这个意向 当然非常重要的 你不知道说 这个金有同情意思 那你很想 没有办法完全推断了 对吧 但是另外一方面 它究竟在这个地方 是什么样的意思 是取决于什么 是取决于 它的上下文语境 取决于这里面的 使用对象 对吧 这是这个金字同学们 那我们接下来 继续来看 下一个题 然后我们看这道题 这道题呢 是2020年全国二卷 里面的一道 这个高考的原题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两个字 同学们需要大家来 就是一起来关注一下 这第一个字呢 叫做建 就是那个建月的建 第二个字呢 这个字可能就比较生僻了 有同学来读音都不知道 它念度 念度 那么同学们 考试当中 大家如果遇到了这种 比较生僻 我们平时可能甚至都不知道 它读音的一些字怎么办 你要巧妙地运用 我们讲到的 或者说这个 能够大胆地 进行一个推断 同学们 不然的话 你这个字 你就没有办法 给出它的意思 它本身就是一个 比较难的一个生僻字 我们来看啊 这里面的这个经呢 同学们 它是一个人啊 就是蔡经 尚文勇啊 经是一个人 首先要知道 它不是一个诗词 别犯这种错误 那么并言经 并就是同时一起一并 一并言 说什么呀 说这个经 就是蔡经 欺君 见上 欺君 欺君之罪 对吧 欺骗 君主 贱上 贱 有一个词叫贱月 大家可以联想到贱月 所以这里面的这个贱上 应该就是指犯上 就是冒犯到了皇上 对吧 欺君贱上 然后怎么样 渡国害民 这里面同学们 怎么样国家 后面又有一个并列的 一个词叫做害民 就是说这种 伤害到了百姓 术士有好几件事 是吧 所以呢 你根据这个害民 大家可以猜测 就是前面这个渡国 他应该是说对这个国家好 还是对这个国家不好 应该也是指对这个国家不好 做一些危害国家的事情 对吧 所以这里面渡国害民 他就相当于像这种 祸国殃民啊 这样的一个意思 然后有就说这个 同时呢 他跟皇上上奏 言说了蔡经 欺君犯上 祸国殃民到几件事 对吧 上就是皇上 皇上悚然 然而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过 他经常可以用来表示 什么什么的样子 对吧 什么什么的样子呢 悚 惊悚 惊恐 惊恐的样子 那只采纳了他说的话 是吧 这是指我们那个 那个 王安中 主人公呢 就是这个蔡经呢 他呢 给皇上引荐了一些术士方式 因为当时呢 就是皇上对于这种 神仙之势啊 什么比较的像 很多 这个当皇上都这样 是吧 所以这个王安中呢 他就自请 哎 然后呢 这个对于 就是以后 去找这种 山野道士啊 应该有人来担保责任 不然有些人 这个就是可能 他并没有什么 实际性的这种本领 同时也有可能危害到 这个皇上的这个安危 对吧 所以然后他同时就是并 同时 他跟皇上说完这件事的时候 同时言 上奏 对吧 这个上奏就是从语境的 因为他是在跟皇上说 说的就是上奏 同时上奏什么呀 蔡经 我们刚讲了 七军见上 对吧 七军 犯上 祸国 央民 搞 几件 是 然后皇上 金孔 对不对 怎么样 下一个动作 纳志 采纳了 纪念 他的纪念 这道题啊 同学们 大家 想要给出这两个十词的意思考试当中 第一个 语境的推断很重要 另外一个 就这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对称性 对吧 你看这个七军 你看这个亥宁 那七军 剑上 军和上 都是指皇帝的 所以你就可以猜 这里面大概率 这个七跟剑 它也都是差不多的意思 就冒犯皇上 欺骗皇上 对吧 然后面这个杜国害民也是一样的 国民 对吧 比较近似的这种对象 然后他在这前面 我们就可以推断的这个杜 他应该也是指 对国家有一些不好的 危害性的一些行为 就是危害到国家 或者说祸害到国家 所以这其实还能运用到 就是一个对称的一个提示的 推断的这个技巧 就是我们这道题里面的这个剑 还有这个杜 大家注意一下 结合语境 包括结合句式里面 他本身能够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提示 那么这种对称的句子呢 同学们在文言文当中是非常常见的 因为古人写文章 他是很讲究形式上的这种工整的 所以在很多句子的表达过程当中 会追求结构用词词性上面的这种对称 我们来看这道题 2021年新奥一卷的一句话 他说君怎么样闻其过 则中化为宁 君乐闻直言 则宁化为宁 就是这个句子同学们 其实如果你 这个就是完全说 你想要靠自己的理解 去推断的话 它其实会困难于 它本身就是一个 平易性的 议论性的句子 但是同学们 如果我现在就问大家 这个恶或者说悟 这个字在这儿是什么意思 你很想然应该感受到的是 刚刚我们读的过程中 这两个句子它是对称的 中化为宁 什么 然后宁化为中 宁就是宁臣嘛 就是奸臣嘛 中就是忠臣嘛 忠臣会变为这个宁臣 后一句又说这个宁臣会变为忠臣 所以前面有什么君 君怎么样呢 一个是悟文 一个是乐文 所以这里面同学们很想然 根据这个对称的一个结构 我们就可以推断出 这里面的这个悟的意思 应该跟这个乐的意思 它是相对的 那么乐就是喜乐喜爱 就是皇上喜欢 君主喜欢 听到正直的言论 那么这个奸臣的宁臣 就会变为忠臣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悟呢 就应该是厌恶的意思 这里面的乐是喜爱的意思 这都是一个对称的句式 当然了 同学们这里面这个悟呢 它并不难啊 因为我们平时在积累的时候 大家也会 这个 就是它作厌恶的意思 也是它比较常见的一个意向 但是这里面 它的这个对称的句式 其实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梳理 这个句子它的一个意义 所以大家注意 就在文言文当中 对称句式是非常常见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这个 2016年山东卷的一个 文言文里面的一句话 叫 其不为增嘲者以避风 也其不为枯血者以避谁 这个增嘲同学们 很显然 它是一个比较生僻的一个说法 就如果直接考着大家 我们课本内没有学过 也不属于我们长区积累的一个诗词 那么这里面我们怎么推断 大家要注意到 这儿有一个分号对吧 然后前后的两个句子 它又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句式 避诗也 避避诗也 避避风也 其不为什么什么者 其不为什么什么者 所以只有中间这个名词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如果增嘲不认识 大家应该认识枯血吧 什么叫枯血呀 对吧 就是指这样的这个土屑 这个洞 对吧 所以同学们 他就说 就是这个 不去造这样的土屑 是为了这个避诗 前一句话 其不为增嘲 那你说这个增嘲 它是不是根据对称的一个结构 它和枯血的位置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 这里面的这个增嘲 增嘲应该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巢穴 刚刚那个是 这个这种 这个土屑嘛 洞穴嘛 那么这里面的增嘲 潲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 搭成的一个 小的这个 这个安居之所 那么这里面这个增 大家再来 由他的这个偏旁部手 可以进行一个推断 所以他在这儿 其实同学们 他指的就是 古人用柴心 架成的住处 所以这个就是 你可以说 其不为 增嘲者 就是造柴心 搭成的潮居住 他们不不造 不再造这个柴心 搭成的这个这个潮居住 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避风 他们不在这个造土学居住 是为了避潮湿 所以这里面这个增潮 很想象 我们也是得根据 后面的这个枯屑 来进行 意思的一个推断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 容身之所 然后什么样 搭起的一个潮呢 用柴心搭起的一个潮 那我们继续 再来看 类似的这种对称 在我们课本当中 也非常多 同学我们来看 第一个南曲 汉中 西举巴蜀 对吧 曲和举 很想象它应该是相近的意思 它就是指 我们攻占了这个地方 对吧 下一个句子 杀人如不能举 行人如孔 不胜 生跟举 它应该也是近似的意思 其实我们也是 跟大家强调过的一个诗词 就是完 近的意思 杀人如孔 是不能杀完 对不对 然后 前代手 陈奎 茶陈 笑莲 后次使 陈荣 举 陈秀才 这里面的茶跟举 它都是相近的意思 对称的一个句式 对吧 它指的就是指选拔的意思 同学们 推举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 前代手 这个葵 他推举考察我 为笑莲 后来的次使 这个柔 他也推举我 成为秀才 这里面的茶跟举 它也是近似的意思 所以 如果我们拿到这样的对称句式 让大家进行翻译或者理解的话 实际上是在无形之中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助手同学们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句子的对称性 来合理推断它的实际意思 好 那么以上呢 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又再次强调的一些根据 我们讲的重点诗词的一些意向 以及 这个推断的一些方法 语境 要结合语境进行推断 包括句式的这种对称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做一道完整的这个片幕的练习训练同学们 首先我们来看这道题 它说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述不正确的 像这道题呢 它是一道文艺理解题对吧 文艺理解题呢 同学们 它做题的观念是在于 首先要能够准确的定位 找到每个选项 在文章中的位置 定位的时候可以利用里面的名称 数字 文组组的表达 引用这样的一些字眼 来回到文章中 锁定选项的主要的区间 那么定位之后呢 更多的是我们要进行一个比对 比对选项和原文所说的内容是否一致 这就是我们做这道题的基本的字 一定位 二比对 同学们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 这个文章呢 叫做阿龙传 这个阿龙呢 是作者家的一个 就是这个 一个仆人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道题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来说 它的这个其他的几个 几个 我们先来看这个文艺理解题 我们一个选项一个选项来看 我们来看A选项 首先拿到A选项 大家应该进行一个定位 所以我们读一下选项 根据选项里面的这个名称 数字 文组组的表达 我们来确定一下A选项里的区间 你看阿龙 18岁 对吧 名称 数字 卖身到 这个作者家为奴 因名字中 龙 对吧 这也是一个双引号 里面引用的一个内容 自觉对 主人不敬 请求主人为他改名 我们回到原文 来找一下这里面的这个18 18 对吧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他说的这个龙 在这没有出现 但他也出现了这里面的这个改名 你看请更名 A选项对应的是原文第一段的内容 我们来判断一下A选项对不对 他说18岁的时候 进入到这户人家的 你看阿龙者 姓陈 明一龙 东莞人 年十八 欲生 余余 这个字是卖的意思 卖身给我 这是主人给阿龙写的一篇文章 我们这个作者 对吧 然后就说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说 我的父亲 给我取名叫龙 但是我现在呢 就是一个猪而已 他其实是有这种非常卑微的 对自我身份的这种 这种说法的 就是龙嘛 他觉得自己现在作为一个仆人 他不愿意用这个龙字 所以他就说请求更名 然后我们来看A选项 18岁为卖身没有问题 名字中龙字 自觉对主人不敬 文章当中其实是没有提到 他是因为对主人的不敬 或者说冒犯来改字的 他是自己就说了说 我不仅管我叫龙 但是我现在其实是 应该是这个猪字更合适的 然后请求主人为他改 后面这些没有问题 但这里面自觉对主人不敬 文章当中是没有类似的 这种表述的 所以A选项这里面提到的这个内容 他是不成立的 A选项错误 那我们继续B选项 阿龙洗笛茶具的时候 讲这个茶的事 对吧 茶的事 一定会洗得非常的干净 不会让这个什么茶顶 茶藕油腻有腥气 而损坏了主人 清净的心境 这里面这个 这是应该是茶具的 一个具体的称呼 所以你看这里面 腻底心藕 对吧 所以这个B选项 对应第二段的一个 一个内容 同学们 你看他说这个洗笛茶具的时候 是会洗得很洁净 敌气 避洁 没有问题 不会让茶顶和茶藕 油腻有腥 对吧 无有腻 顶心 欧 以损损情况 就是以损情况 它不会让这种 就是腻啊 心啊 这样的气味 来损害到这个茶具的这种 就是这种 这种使用 然后损害到这个主人的 然后饮茶的 清净的一个心境 所以B选项这里是正确的 所以B选项这里是正确的 所以他在后面说 不会让茶顶和茶藕 油腻有腻气 没有问题 这道题正确 其他的奴仆 总想着穿华美的衣服 吃好的食物 阿龙却在为家中的老母亲 和弱小的弟弟考虑 然后这个自甘非饿 我们来看这里面讲到奴仆 同学们 奴仆他在哪出现呢 这有一个词叫做仓头 仓头呢 他就有奴仆的意思 然后后面他又说母亲弟弟 你看老母落地 自甘非饿 对吧 所以这里面啊 C选项对应第二段 后面的这个位置 他说其他的奴仆 总想着穿华美的衣服 吃好的一个食物 是不是呀 你看 他说这个 前程讲嘛 他在这个 就是 做茶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是非常用心的 对吧 然后他说 其他的这些仓头呢 折为先衣美食 就想着穿好的漂亮的衣服 吃好的食物 聋自甘非饿 这个自甘非饿 它是有一个 有一个成语啊 大家可以积累一下 叫做飞衣 饿食 它指的就是单薄的衣服 飞衣啊 然后粗裂 简陋的食物 纸 就是用这个东西 纸朴素的 简朴的这种生活 所以他说这个 说自甘非饿 当然这个东西 并不需要大家理解 他的意思 因为原文 它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词语啊 没有进行任何的 加工和替换的 那大家可以把这个 成语积累一下啊 叫做飞衣 所以说这个 阿龙啊 他却不像这些人一样 对吧 他是过着 非常简朴的生活的 为什么呀 因为他后面说了 你看他艺术一步 他都很真心 为什么呀 他说了 无有老母弱地 赖无以免于动能 就是说我家里面 我的老母亲 我弱小的这个弟弟 都仰仗着我 依赖着我 来避免受动挨饿 对吧 所以就不是 他说 这里面的选项说 阿龙却为家中的 老母亲和弱小的弟弟 考虑 没有问题啊 所以C选项 也是正确的同学 最后我们来看 四地形的选项 阿龙虽然自称一株 但作者认为 作者认为 就是作者自己的 一个言论了 这一般呢 有些文章 他会在文这个事件 或者说文章的 最后的一些内容 发表一些 个人的议论和看法 大家可以去文章后面 去找作者的一些看法 认为什么呀 认为世界上那些 什么这个凶狠 愚痴 然后这个贪图享乐 凶狠于吃 什么贪于享乐 贪于饮食 是吧 而不赡养父母的人 才是猪 这猪在这 这个字在这 所以我们来看 文章当中定位 大概定位在文章的 倒数第二段 然后我们来看 这里面的表情 是不是 阿龙虽然自称于主 这个这句话 在文章的一开始 大家还记得吧 我们做那个A犬项的时候 其实就出现了 就是他上来 就跟主人家说 说我的父亲 管我叫 这个一龙 但实际上阿龙 但实际上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猪 所以这个 他是回应了 原文第一段的内容 但作者认为 你看 视之 什么凶狠于吃 所以作者却认为 事实上那些凶狠于吃 贪于饮食 货会啊 就是每天 就是只知道 贪图享乐的人 不顾父母之养者 那些不顾赡养自己的父母 不考虑父母的 乃真猪耳 才是猪 没有文明四季选项 完全争取 其实这个文章呢 他就是 这个主人呢 为了为家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 非常普通 但很孝顺 然后很踏实 很做事很用心的 这么的一个男孩 然后呢 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啊 然后你看他 为做阿龙传 他就最后一段 交代了一下 他写这篇文章的一个 这个目的 或者是写这篇文章的 一个用意啊 所以这道题 同学们 这道文艺理解题 我们回来再看一下啊 这道文艺理解题 选择不正确的一项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A选项啊 这里面 自觉对主人不敬 文章当中 没有提及 B C D选项 都是正确的 同学们啊 这是我们讲到 这个文艺理解题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道题 同学们 看这个啊 对于文章中 加点词语的 相关解说 不正确的一项 这个题呢 也是我们 呃 就是比较 这个 长考的一个 题目 就是关于这种 文化常识 同学们啊 然后他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仓头啊 这仓头我们刚才 也跟大家提到了 它其实是可以指奴仆的 本文取的 就是这个意思啊 但同时它也可以指 以这个 母亲 军果头的军队 和指老人 也可以代指奴仆 那本文呢 这里面的仓头 是指奴仆啊 就除了阿龙以外的 其他的这些奴仆 他们都只顾着 穿漂亮的衣服 吃好吃的 对A选项正确啊 大家可以把这些 平时作题当中 遇到的文化常识 大家可以有意识的 进行一个积累 同学们啊 必然像 明啊 原指 穿同权的绳子啊 一名钱就是一贯钱 一串钱俗称一贯一掉 啊 然后一是一千文 这没有问题 大家积累一下就好了 这没有什么好说的啊 我们 呃 来看一下四例吧 这CDRR我们就说啊 这个 既既常贵 上身挺直 两膝着地 阳姬如指的是 小羊膏 贵着吃奶 旧食多用来隐喻 子女对父母之感恩 名校道 没有问题 同学们啊 就是说这个 羊膏贵乳嘛 我们现在也有这样的俗语理语啊 它就是指 就是动物 它尚且都知道 感念父母养育的恩情啊 CDRR是正确的 这个G 它就是常贵的意思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CDRR一下啊 这个丁某同学们 他说丁某是我们的 甘之纪念法 没有问题 这个甘之纪念法 实际上涉及到一个文化常识 就是天干和地支 同学们 天干指的是 甲义丙丁啊 然后呢 地支呢 就是子丑尹某这些啊 那么由天干加地支 进行组合 就是我们的 就它就可以形成一个纪念的方法啊 就是甘之纪念法 那么丁呢 它本身是位于天干的第四位 没有问题 某呢 它是居地支的第四位 没有问题 按照推算 此处的丁某年 应该指的是南归罗夫后的第四年 因为它排着第四 排着是第四个 所以它指第四年 对吗 所以别着急啊 我们来回到原文看一下 你看他说 丙寅东于南归罗夫 对吧 所以南归罗夫 它是在丙寅年发生的事情啊 后面说丁某春再出 那么到丁某的春天呢 他就 哎呦 这个这个出发了 所以这里面 同学们丁某 他应该是指 丙寅年之后的第二年 南归罗夫后的第二年啊 同学们 因为我们在这强调 他确实是在纪年法里面是第四年 但是他这儿指的是说南归罗夫后的第几年 那他指的是第二年啊 因为丙寅是丁某的前一年啊 这文化常识考的还是比较比较细的 但这个甘之纪年法同学们 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化常识 大家可以把它积累下来 同学们啊 天干有哪些 地支有哪些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里面的第四年这个说法 这其实是结合文章 文中的语境 可以进行判断的啊 好 这道题应该选择 C选项啊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题 同学们 他说根据原文下列不能体现 主人公特点的影响是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回到文章中来看一看啊 第一个呢 就是他是一个善于烹茶的人 没有问题啊 就后面不是 这里面不是还提到了吗 他这个你看什么 命之思茶 极妙解放啊 他呢 让他去派遣 他去主管茶水 他也精通了煮茶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方法啊 然后呢 后面还说这个 你看他不是洗涤 这些茶具啊 都洗得非常的干净 是吧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啊 然后下一个 他说啊 这个人还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对于自己的母亲 家里面的落地呢 是非常有责任心的 所以他也很节俭 所以进行效果 疼爱落地 第三个呢 就是他呢 在这个平时 自己的生活当中 是非常勤俭的一个人啊 而且他对于自己的这个主人呢 他是尽心尽力 尽心施主的 这文章当中提到的 就是你看天启这一年呢 我呢出山 然后呢 在炎热的这个暑期当中 奔走了几千里 然后这个阿龙呢 是背着这些茶具 然后跟随着我啊 然后困顿风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的疲惫的 就是依靠着这个东西来 解除我的烦躁 焦躁 龙之力 这都是阿龙的功劳 所以他对他自己的主人 也是非常尽心的 侍奉也是很好的 所以他的第三个特点 叫做尽心节约 勤俭节约 尽心事主 没有问题啊 那么最后来看四地选阳 他说广街好友与人为相 这篇文章当中 并没有提到阿龙有什么朋友 他是不是一个广 广街好友的人 他在我们家做仆人 主要体现的还是 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 很节俭的一个人 然后做事很用心的一个人 对主人也是非常的上心啊 所以这里面无法体现的一点 就是四地选阳这个广街好友啊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 讲到的这篇完整的 阿龙传的三道题目同学们 以上就是我们本讲 提醒经验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同学们的收看 拜拜